一点都放心没人接 我就把他接到我家里来 现在门那里 我婆婆就说 你来干嘛 我哥哥的小孩就说 我来我姑姑家 我婆婆就来一句 不是你姑姑的家 这是我的家 因为他站在门口 我就站在那个楼的口那里 我就看见他们是怎么对话的 我就没上去 这个对话比如说是大人逗孩子的那种 还是在你看来是不友好的 不是逗 那我后来我听到我就上去 我说这怎么不是我的家 说的说的我们两个就这样吵起来了 那我女儿的爸已经吓哭了 我就准备把他包到楼下去 不跟他吵了 走到了我妹快到门那里 那我婆婆她一直站在那里 我不知道她什么意思 我是左手包我女儿的嘛 拉着我的右手 她就打我的右手 后来她那个脚一上来了 就是我妹妹 她就拉着我的头发 她一站我脸上伤了两个人 她就用钱都打我这里 我那个女儿就抱着手上摇摇晃晃的 我女儿就在这里被她挡了两下 当时我女儿回来打的时候 哭得她嘴巴都发紫了 听到儿媳曾女士的陈述 婆婆迫不及待地要上场 澄清其中的原委 她的那个哥哥的儿子 回来上来 我就困了一下嘛 什么话我都没讲 没讲啊 她就不进来 不进来 我就是还叫了她 她就不进来 我媳妇就拉她进来 拉她进来啊 就说 哗哗大哭 一下子就撑到买饭去掉了 你说小孩突然就这样吗 就是这样 她说有那段对话 说什么这不是你家 不是你姑姑家什么用 我什么事都没说 她就杀我 她那个小孩子 就说我妈妈用那个眼神 讨厌她嘞 当时妈妈没有说过分的话 但是可能那个眼神不太友好 对 她一次都相信我 就叽叽八卦就吵起来了嘛 马上一个前头就打过来 一进那个前头就碰到了 你也吵起来了嘛 她也不是故意打 可是没打小知道吗 打了 前头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 我妹妹 我妹妹 就是叫我去吃饭 我妹妹 一下子都没疼她 就是说我姐姐你不要吵 你家人 骗人的 她根本就不是谁来这里调解 不是谁来这里调解 我也不要调 不要吵 曾女士的愤然离场 让调解一度中断 到底是谁打到了孩子 婆媳双方各执一词 都在为自己做出澄清和解释 但不论怎样的细节 也无法抹去 因婆媳肢体冲突 导致小孩受伤的事实 而此时 工作人员正在场外 尽力地和曾女士坐着沟通 尝试安抚她失控的情绪 这场激烈的调解 还能够继续吗 你刚才看到的事情 都是像在自己的眼睛 看到的事情说的 大家旁边的老师 再来帮你们分析 老师任务是什么样的 你这些事情 还能说什么 因为你要评测一下情绪 我们不管她说什么 我们把我们想说 尽管觉得自己很委屈 曾女士还是听从了 工作人员的建议 决定再次回到调解现场 因为这场误会引发的风波 给她的孩子 造成一个让全家人 都不能接受的后果 打完之后 我小孩那一个月 经常哭 伤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一个月之后 给我年未来 吃得好好的 她突然之间 嘴是全部发黑 脸色也发青 反正就是动不了的 还有好多人在那里说 已经没用了 已经没用了 我当时我也吓死了 当时就是那些左右灵机 又是给她放血 又是扎针 又是给她按摩什么的推拿 没赶快送医院吗 没有 第一时间就是给她弄 弄了几分钟之后 慢慢慢慢又缓过来了 我就又打电话 跟我老公说 就是把这个事情跟她讲 她的肯定是 你没照顾好感冒了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 一个月之内 发作三次 第二次 第二次发作 就是十天之后 我们就是 去医院里面检查 确诊了 就是跌线 有没有提到 这个这次头部 不排除 医生就问我 我说她是伤到的 是拳头打到的 我工作 马上跑回去 第一时间 就去跟那个医生解释 不是故意伤到的 不是故意打到的 她还不是说 这个伤 有没有救 或者是怎么样 会对小孩有什么影响 她第一时间 不是这个反应 你认为孩子 出现这个问题 会跟这一次 有关 头部受到伤害有关 对 她第一反应 第一感受就是 要跟她老婆赶紧成亲 如果说公公当时是说 孩子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治疗 或者有什么方法 这样的说法 会让你心里舒服一些 对 跟这一步孩子一些 她心里难受的是 您当时听到 这个诊断结果以后 您的第一反应 有医生说打 非得打伤的 还是其他严育 我都不状态 也有可能 这个样子 肯定再不要去治疗了 孩子现在要 是需要治疗的 对不对 对于后续的这个事情 你们这边的态度是什么 肯定要吃 关于孩子生病的原因 医生诊断说 可能是因为头部受伤导致 也可能不是 不管病因如何 接下来积极配合治疗 才是关键 家人也明确了这个态度 条件进行到这里 曾女士 似乎不管出了什么事情 她心里都会觉得 丈夫和家人是一边的 她自己一个人是孤立的 我并不清楚 她到底是因为哪件事情 针对说 偶尔的排除在外面 曾女士说 如果骂她 打她 都不算排除她的话 那么接下来 她不得不讲述一件事情 她认为 这件事足以证明 丈夫 婷子